今天六四論壇 事不宜遲都開始今天的六四論壇 其實在接下來的四天裏 學聯 即香港專輯學生聯會 都會在這裡擺設一些有關六四的一些版 還有都會在這裡派一些liflet 告訴公眾資料、公眾宣傳 究竟我們紀念六四、六四的意義在哪裡 其實接下來的三天都有三個論壇 都會有不同的主題 首先我們第一天要講的主題就是 講這個主題的 其實是每一年都講的 就是八九文運的歷史到底是怎樣呢 那時候發生了些什麼呢 還有六四現場是些什麼呢 那我想為什麼要講 為什麼要每一年都講這個主題的原因呢 其實有兩個的我自己覺得 那首先就是給 最簡單的原因就是給一些 未經歷過八九的 或者當時八九年還是很年輕 很小的人 未知什麼事的人呢 了解究竟這一件 八九文運或者六四屠城是怎樣的事情 那其實好像我這樣呢 我自己都沒有經歷過八九年的 即我不是說自己年輕 總之我沒有經歷過八九 那而是 即我對那時候的歷史呢 基本上是空白的 我都是要靠看一些 後市的資料呢 才知道呢 究竟當時是發生著什麼事 那而當我看回的時候呢 每一次看我都是覺得 非常之震驚 非常之令人覺得是 即是一場 波難撞破的一場運動 而第二個原因 我猜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 如果我們不再去找一些 當時經歷過的人呢 去講一些真實的歷史出來呢 這段歷史呢 會被中共政權或者港共政權呢 去改寫這段歷史呢 或者去洗掉這一段 他不想面對的歷史 而這個是非常恐怖的事情來的 這一段歷史如果沒有了的話呢 對中共政權呢 或者對香港政權呢 是會非常之有利的 對於他的管治 那所以呢 在今天裏面呢 都邀請到三位嘉賓 分別是兩位很資深的傳媒人 就是謝子豐先生 和陳祥先生 那其實兩位都有去 當時去採訪八九文雲 和六四屠城呢 都在北京或者在國內裏面的 那另外邀請了一位嘉賓 就是洪仔叔叔 那就是 我都不知道怎麼介紹他 因為我都是聽朋友說呢 就是要介紹他 就是一個專業的港股佬 那就是 他其實在對上一個 雨傘運動裏面呢 79天的佔領呢 都不停在佔領區裏面呢 去到講一些 死亡人的故事 去到將一些真實的故事 告訴香港人 到底 五台一抗爭是在做什麼的呢 那 我也都 不需要多說了 那接下來就將時間 交回給三位嘉賓 那這個形式就是 三位嘉賓分別 就是講大概三至四個字的時間 然後 然後可能有些對談 甚至說如果現場觀眾 有一些問題 對於那時候的 對於整個八九民運 如果有不明白的 或者不清楚的地方 都可以立場去問 三位嘉賓分別 那將時間交給三位嘉賓 那不如由 鄭智峰先生開始講幾次 好嗎 我講這段片是好一點的 因為我怕情常講完 我沒什麼好講 不過 論背問論施力 我沒理由先講 先講情常 謝志峰就是 狗死一生 經歷了 差點被子彈飛了 相當的頭 那我想 就是現場的情況 就是謝志峰先講 我講一些 一些導致八九六四的 一些背景給大家聽 那這件事呢 就是 更加能夠解釋 八九發生的 種種的原因 我想 所以請一下 謝志峰先講講 現場的情況 當時的目擊情況 好 好了 既然這樣 我就講講 當晚所談的情況 先 那 其實 六月三號之前 其實 真是 純粹是 血肉之驅 去 擋住 將二日城的軍車 各國主要路口裏面 那些所謂公民禁止隊 市民禁止隊 是踩著單車 就這樣 整隊車隊 這樣 一百幾十人 幾百人 就這樣去 去到呢 就是 二話不說 擺下單車 就躺在大車輪前面 就是軍車車輪前面 就這樣擋住 接著呢 就有很多人 就跟那些軍人 就遊說 他們告訴他們 畢竟是怎樣的狀況 不是有 不是有暴亂 純粹那些學生 導致胡耀方 引發出來的 就是要求 打到官邦 以及要求發展民主政制 就是這個狀態 所以有很多人 究竟是不是一個 和平的 一個 一個 自發的學生 和市民的民主運動 我所見到的 百分之一百二十 因為平時 那個治安出現的 偷雞摸狗的情況 都比 都 都 都少了 所以是比平時更加和平 一去到絕食期間裏面 是在廣場上面的 一個所謂 你照顧我 我照顧你 因為完全是一個 烏托邦的 這樣的狀態 這些情況 是令到 在廣場 採訪的記者 我所知到的 無不縮緣起敬 包括我自己 我常常都跟人說 如果我的小孩 當時已經是大學生 他身處期間 我就是父親的 我在市場 我是沒有任何道德力量 叫他離開 大家想想 我現在叫你 和我一起 走到外面 擋著那些汽車 我有人給一萬 我不知道開不開車的 你懂不懂 我就不懂 誰會用自己的命 去擋軍車 用什麼去擋軍車 我想是除了 道德勇氣這幾個字之外 是解釋不到 解釋不到 一路去到6月3日 黃昏中午期間 北京發生這件事 有兩架巴士 其實是一架 一卡拖一卡的 前口卡 去到長安大街 裏面裝滿著槍絲彈藥 那些人就說 解放軍進城 混著槍絲彈藥 很多人圍著 究竟 我看到 小部份人 拿著一支槍 在車頂上 就展示 真的有這種事 其實大部份的人 是不敢走過去 走過去都是在槍口看著 因為他們深知 槍械在大陸來說 是絕對是一件碰不得的東西 你一碰你就是無法 所以大家很克制的 絕對沒有去搶軍火 這種情況 去檢查軍火 拿出來展示 有 後來沒有多久 這些槍械 被政府方面的人員 控制雨的場面 撞回去 這是一個陷阱 其他意外 真的要找軍火 軍火進去 我又不得而知 但是我估覺得 都是 老實實 畢竟下面的地道都通了 要找軍火 用什麼麻煩 我覺得都是 有些少少很可憐的 好了 直至到 當晚的 入獄 各處都有一些所謂 蛙蛙兵 就出現了 蛙蛙兵是什麼 穿著白衫 綠色褲 路下展平頭 十八九歲 真是 真是 小孩子一個人 好像中學畢業生 很致亂 就由各個路口 排隊 好像幼稚園學生 粗兵 踏著前面的角頭 怕走失 一直衝進去 我看到 有些已經有衝突的跡象 又有頭過血流的情況 後來根據 各個記者集合回來的資料 因為我沒有在爐口 我一直集中在天安門廣場 他們說 暴力是由軍隊 本來靜止 接到命令之後 一定強行推進的時候 暴力就發生 OK 當你開車 可能會弄傷的人 這個我不確定 但你可以想像 開車 因為 下了底部的血 之後 就 很恐怖的事 可能會發生 後來我們看得到 長安大街 照片 就是 鐵欄 單車 被坦車摧毀了 壓得停了 一直進來 海上電視 在外面的衝突 是第一層 去到廣場 當晚我大概11點多 就在 人民英雄紀念碑那裏 這裏就是 人民大會堂 我就在爺局上 大概12月到 第一輛的裝甲車 就開始進城 接著就 不知道多少輛 因為我數不到 那一輛是不是原來那一輛 總之就是 騰騰地轉 騰騰地轉 接著沒多久 就 在這裏的位置 那些子彈 就 機關槍的子彈 很平均的 我初初見到 我理智上 我說 沒理由不是機關槍 但是 真的是機關槍 不是吧 那就死得人多 你想想 向上開 就這樣了 有沒有向平開 不知道 你 你估 他要用機關槍去 不斷推散 或者鎮壓的時候 一定是 那裏發生很多事 才會這樣 這個原念 就 到現在都 我解不了 那跟著 那些軍隊 就在 這個位置那裏 因為我在 我在人民大會堂 那裏 那時候去了 那些軍隊一直在 這樣前來 那他們來的時候 就是 帶兵的 就是軍官的 握手槍 後面的 那些大兵 就是握長槍 那長槍 我見到 基本上的槍口 我所見到的範圍 都是槍口的 更上 我就沒看過 有人是搖著一個人 然後 撲一撲打低它 我看不到 但是當時 廣場上面 槍聲 好像炒八斗 那樣 沒有停的 OK 那究竟其他狀態是怎樣 我不知道 沒有多久 那 沒多久 就聽他們講 從這一邊 就是阿爺 上樓下那裏 就開始有火光 很明顯 這些是燒溫車的 那樣 跟著就 這個 跟著就 跟著就 民主女神像 遲立了幾天之後 就被推倒了 那就 那 以下這一段 就是我沒有看過 不過 那些記者 回來之後 大家 一人寫一篇 一人寫一篇 寫了這條書 突然都會忘記 就集在這裏 那 提供的資料 就是當時 是 左派報紙的 同事都有份的 所以 可信程度很高 那 直接 用口 提供給我聽的 是當時 左派報紙的記者 現在還在 還在 有空 大家走過金鐘 都會撞到他 當時又怎樣 清場的時候 拍的車 由這裏 一字排開 滾過去 跟著就 就駕起了奶警這張槍在前面 跟著沒多久 就軍隊在這裏 即人民大會堂這裏 和 貨物館這裏 一起衝上去 衝上去之後 就 驅趕學生 驅趕 我沒有說過開槍 因為 沒有人告訴你 驅趕學生 驅趕學生 驅趕學生之後 這些學生 因為你這邊 驅趕 很自然 這兩邊走 這兩邊走 有些人 向北走 進了機關槍陣 一到地面 機關槍就響 又衝上去 上面 帶兵再趕 又有些人 兩邊走 當然 相信是比較少 但會不會 機關槍響了三四次 OK 去這邊走的人 沒錯 那邊是有個缺口 是等他們走的 所以後來為什麼 見到學生和平撤退 那裏是有個發生過 一個狀態 這個狀態 不是整個場面 所有的狀態 我後來就訪問了一些 走了出來的學生 我問他 這個是我親自訪問的 我當時發生什麼事情 他都確認了 就說 坦達車在那邊 一路滾過去 那些兵 就在後面 一路就用槍打他們 我問你 用槍打是什麼意思 是用槍鵬地打 還是用槍鵬你們 他說都有 我說有沒有人中槍 摘下的 他旁邊摘下的幾個 我說帳篷裏面有沒有人 他說他走的時候還有人 但那些車輪到來的時候 有沒有就 按動物性 車輪到來都應該走的 但有沒有人走不及 這個不知道 OK 基本上 我當晚見到的狀態 就是這樣 或者陳雅光是否可以 說不說其他 歷史恩由等等 我們來看 我們看 我們還是會配合 看 我們可以去做的 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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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